各位直播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都跟大家说啦 有需要的话 随时会来跟大家说明 澄清 然后让大家来了解 最近的抹黑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我在直播的时候呢 很清楚的 大家会看到我的澄清 而且证明对手的抹黑 但是我一次呢 只能讲一小部分 因为讲太多 会容易模糊掉 他们抹黑我的焦点 基隆东岸商场争议 市长谢国良 这十九号晚间先开直播 二十号一早现身再度开直播 向市民说清楚 昨天由这个林前市长 带头先喂食了一个假讯息 给大家 就说我用一千五百万 就把这个 微风租金给他 所以原来可以收五千万 这个完全不是事实 我跟大家讲 这就是完全不是事实 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抹黑 来 我跟大家解释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 会跟厂商收取的固定权利金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 一千五百万 这个是没错的 我想在座很多直播朋友 我们社会上很多工作者 应该有很多都是业务人员吧 大家都知道业务人员 有不同的薪资的 绩效的机制 这个就是底薪 形同业务人员来说 这个就是底薪 固定权利金只是第一项收入的来源 可是他就要假装说 他是唯一收入的来源 真的非常的不应该 第二个收入来源 就是变动权利金 这个变动权利金 在各家的估算下 我们就是直接预估 在12亿的营业额的基础上 就会有两千两百万元 所以他们是刻意的 刻意的漏掉说 原来还有变动权利金这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绝对不是像这个 目前有心人士说的 只有一千五百万元 这还是第二样 来变动权利金 是以12亿的营业额 不是说这是金基姆吗 那我想新的商场 也是以做这个单价 也是算是不低的销售出身 一定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金额 各家不只是这一家 其他家也是估这样的金额 这是一个平均大家估算金额 所算出来的变动权利金 不是最高点 第二点是变动权利金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固定权利金 跟变动权利金 再来还有一个第三页叫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我们也还是要收 跟大家讲都是认证过的 但是我们都可以提出证据 但是今天重点就不是只有一样 一共有四样 一样一样算给大家听 第三样就是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 对吧 王俊宏处长都还对吧 当幕僚委都对 他是主管机关的处长 但是我自己出来跟大家讲 简单二要最清楚 第四个 第四个是厂商跟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媒体通路回馈 这个是等同市价 而且是可以比照市场行情拿得出来的 在座都是各位媒体 大家都了解 有这个媒体的通路的回馈 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 所以一共有固定权利金 变动权利金 土地租金 跟媒体通路回馈 总额 是六千七百七十五万 针对外界质疑 东岸商场固定的权利金 大幅缩水 谢国梁喊话 民进党政策执行长 王毅川别再抹黑 我要跟民进党的政策会的执行长 王毅川执行长喊话 因为昨天都是他在政论节目上 讲我只有一千五百万 这样子的一个租金收入给厂商 我跟王毅川执行长 我跟你说 假如真的 我只有给厂商 一千五百万一年的租金的话 我今天写好遗书 我明天就去切付 我明天就去切付 但是假如不是只有一千五百万 而是我刚刚讲的 有五千万左右的现金租金 以及一千多万的媒体回馈的话 那您肯不肯来基隆 跟我当面道个歉 然后我请你 我们一起去吃基隆有名的卤肉饭 我觉得如果对别人错误的指控 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表示 所以我也要跟我们这位最近网路上非常红的王毅川执行长 喊话跟说明这是事情的原貌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呢 为什么议员会指控 为什么媒体政论节目会不断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报导呢 因为中央厨房出了问题 针对前一晚开直播 批评民进党议员不断抹黑 市长谢国良表示 每个人都不希望遭到刻意抹黑 我想让大家将心比心的想想看 被人家冤枉 而且是这么刻意的去做一个冤枉 就像今天明明是五千加一千多 就要说是一千五 那样的感受如何呢 所以我希望这些议员能够将心比心 了解我那种心里被冤枉的那种愤慨 跟心里的那种不平 而且觉得很冤屈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被冤枉过 很被冤枉很冤屈的那个感受 可能就是我昨天讲这个话的感受 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只要有时间 就会透过直播方式 跟大家分享市政推动内容 希望大家一起为基隆的建设努力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